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姑娘 这位姑娘来自吉林长春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叫庞颜 今年23岁 来自吉林长春 我的爱情宣言是 外表冷漠 内心狂热 民航机场的女友 值得你们拥有 谢谢 好 好 好 先来看一下姑娘的第一个总片了解一下 看见迎面走来的这群空姐了吧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也是其中一个呀 错了 那个只不过是我曾经的梦想 我也在机场 只不过我不是空姐 你好 请交费十元 我叫庞颜 今年23岁 是龙家机场收费员 运计在2000元左右 其实呢 在你们外人眼里 觉得我这份工作特别好 特别闲 每天坐着还给我空调吹着 史之星 特别扎心 老妹 加个微信吧 你这五元 哎呀 怎么长平水龄啊 你猪王爷 这么慢呢 快点的 哎 你们看见了吧 这样的旅客呢 我也不能翻脸 也不能缓嘴 顾客就是上帝 我这小心脏啊 哎 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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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工作呢 是上一天一宿 休两天两宿 因为我的心之口怀呢 同事们都给我起了一个叫大网波的外号 大网波的生活呢 其实是特别单调的 除了工作就是睡觉 工作就是睡觉 如果你要是做男朋友的话呢 你的生活可不能这样 要不咱俩以后在一起的话 生活得多单调 多没意思呀 其实呢 大网波是一个外表高冷 内心挺于强悍的一个女人 一般男人不敢干的事情呢 我都敢干 比如说以前在单位的时候 我就用脚踢死过一只耗子 在家休息的时候呢 更多是在家看鬼片 以后我绝大的心愿呢 是想和你一起去蹦极 然后休息的时候 让你陪我一起看鬼片 如果你要是不敢看的话呢 我也可以搂着你看呢 13号 李杨杨 那个短片剪户 那个结束那一刻 他不是说看鬼片吗 如果要是说胆小的话 你可以陪他一起看 对吧 对 你最后那一个动作 你拍下狗呢 是什么意思 是表现出那个 你胆子特别小 让我保护你那种保护的欲望吗 你就得也拍下狗 我觉得说明是这一家人 那不是 我的一心说用那个动作 更能来彰显出我那个 你胆子小 然后我保护你 并不是说指那个狗 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你这个想的太多了 你这个想的太多了 好吧 要懂了 十两号 马哥 那个你刚才说就摟对象 你要摟我的话 你啥感觉呢 我这么高 你是主动求摟是吗 那个就是用特别俗气的 一话来讲 就是小马拉大车吗 小马拉大车吗 长得是小马拉大车吗 你长得那么高 我长得这么矮 你光一条腿就一米一 就差多点 就跟我身高一样高了 那不根本就是 我举的例子就很贴切吗 那你那意思就是超复合了呗 那倒也不是 那倒也不是 那你看江八的 我觉得也是可以够到的 你够不着我够你呗 你笨哪 你要这么说 我就得送你个 送你屏幕666 你俩共通得挺快乐呀 来 半号 赵宇 那个 你在收费站碰着男的 占你便宜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啊 一般情况下 可能是说半年才会有一次 到两次的这样 不是说 所有的旅客都是这样的 还有就是 而且比如说真的 现在我遇到这样的男的了 比如说要我微信号啊 电话号啊 或者摸我手啊 或者是其他的那种的话 我一般的情况下 都是很委婉地拒绝 我跟你们讲一下 我们俩之间 是什么样的状态啊 旅客是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不管怎么讲 先是摸一下 摸你手吧 我不知道他就摸我一下手 他能得到多么大的便宜 然后我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 然后就算了 你就是工作的情况下 你跟他说都要很客气 如果你实际上 你内心是怎么想回复他的 我踢死你了 我踢死你了 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吗 那个 就过个收费站 也一定要占点便宜什么的 就是说半年的时间 会有一个两个 就是个别的是这样的 他可能是觉得 我分析他什么样的心里 他可能觉得就是那个 你看啊 我就一走一步 我就要给你钱 那我不能白走啊 是不是 摸一下啊 是不是 我就得个便宜啊 我觉得他是这样想 你还挺能站在人家的位置上 替他考虑呢 那你看呢 他要过去摸你一下干啥呀 那我估计他就是这样想的 来8号赵宇和杰瑞问 那他摸你一下子 你就最后委婉拒绝了也不行了 那他也摸着你了 我就受不了 因为我小心眼儿 我受不了我别人摸我女朋友时候 那你行你上啊 我告诉你你去追他呀 你熟着他呀 我告诉你吃白话 你碾他呀 你还是不行 你不警察吗 你跑啊 好 好 因为身为执法者 违法才必咎呢 你说他摸我女朋友手 如果我是正常人 我可以说 我不说追他 我就揍他能怎么来呢 但是 我不能执法犯法呀 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工作 可能都会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你看他还是很聪明的 就能够把这个东西化解了 如果说 我回家的时候 我女朋友跟我说 今天上班 一个男的摸我手 我能气死 我上班的时候你没留一刀吗 你还是不细心 你说的这么多 我觉得都是借口 你没看到我戴了个手套吗 戴手套也不行啊 那手套再多宝啊 那你就不能发现 跟我买副棉呢 我没有 关键是 你选的12号 我给你买棉呢 你要我 哦 他小心眼儿在这个摸手 他还小心眼儿在 把缘分天使送给12号了 好 再来看姑娘的第二个短片了解一下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